美国联邦众议院14号以310票对118票通过了总金额8860亿美元 约27兆多台币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国防授权法目前已经由参众两院完成协商之后 13号先由参议院以87票赞成 13票反对通过 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长在征得国务卿同意 并和台湾当局有关的官员协商之后 帮助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育计划 而目前这项法案已经送交白宫 等总统拜登签署之后就会选效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开启小铃铛